上期我们聊到了美国房屋保险的类型和政策 那么这一期小编就和大家来聊一聊 美国房屋保险常见的理赔范围 及额外理赔项目 和如何降低保费及一些注意事项 美国房屋保险常见的理赔范围有五种 第一种是房屋架构 这里面包含两种情况 对Condo Insurance来说 这点不含外墙及公共区域 因为那些是HOA的责任 第二种保房屋主体以外的建筑物 如独立车库、独立工具间等 这部分保额通常是主保险的10% 实际以保单内容为准 第二种是个人财产 保险条款规定内的个人财产被盗和损毁 需要修复或重置的损失 一般会包括家具、电器、衣物、首饰等等 但如果家里有一些贵重的物品 如珠宝、收藏品之类 则有需要购买额外的保险 第三种 暂时生活开支 也叫Loss of Use Coverage 保类似灾后重建这种期间 屋主及家人临时的食宿费等额外支出 第四种是法律责任 责任保险 保万一因为有人在你的地上意外受伤 又或者你、你的家人或你的宠物 损毁了其他人的财产被告 要打官司或者赔偿的情况 第五种 医疗费用 保万一有客人在自己地方受伤的医疗费用 又或者屋主及家人在其他地方意外受伤导致的医疗费用 这部分医疗保险是不论责任在哪一方都有保障的 保额通常不大 但可以有效防止一些小受伤问题 变成大的责任官司问题 以上是房屋保险常见的理赔范围 在买房屋保险的时候 还可以附加一些额外的理赔项目 这些项目一般有六种 第一种是淹水 虽然基础的房屋保险会保 由于爆水管或家电溢水导致的水害损失 但如果水害问题是由于下水道 等不属于Plumping系统的设备损毁 而出现水道流的情况导致的话 则需要这个额外的水道流保险来负责 第二种 指定性个人财产保险 如果房屋保险原本的个人财产保额不够高 或者有价格上限限制的话 可以加买这个项目专门保一些价值比较高的 例如珠宝首饰 艺术收藏品等的个人财产 但是这些物品需要经过专业估价 第三种是额外房屋建筑保险 很多保险公司也会有额外房屋建筑保险选项 有时候因为各种情况 建筑成本可能会增加 如果你原来的保额不够 这个额外保险通常超出原保额20%到25% 可以填补差价让你不用另外掏钱 第四种是商业财产保险 如果你在做home business的话 就需要购买额外的商业财产保险 来保存放在家里的一些商业相关的产品 第五种是ordinance or law coverage 建房子或者装修都要符合建筑规范 一些老房子的结构 可能已经不符合现实的要求 当损毁重建的时候 就要加钱升级 这个条款可以报销按法规要求升级 导致的额外费用 第六种是身份盗窃 因为身份盗窃问题导致的财产损失 但一般来说 如果你比较注意保护自己的信用 能及时上报身份盗窃问题 很多银行或者信用卡公司 本身都有欺诈免责保护 总的来说 大家在购买房屋保险的时候 事先考虑下可能性 像洪水 地震 塌方 发霉 除了水管或者家电导致的情况 意外的水害 虫害 鼠害等 地基变形成降等 宠物动物 由宠物造成的损坏 磨损 损耗 故意丢失和事故等 这些需要额外附加的理赔项目 如果你觉得发生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 加进去很有必要 房屋保险的保费向来都是参差不齐的 因为涵盖范围 自付额度与不同保险公司等因素 而存在费用的差异 小编建议大家 在决定购买房屋保险之前 尽量多询问价格 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能让自己更加了解保险条款细节 也能了解各家保险公司的服务质量 买到最合适自己的房屋保险 也别忘了询问 他们可做什么来为你节省保费 如果你住在灾害频发地区 则建议保险条款中 最好有对这些特殊种类损失 有单独的自费额 例如住在地震频发区 则地震自付额最好是独立出来 房屋保险的保额 并不等于房子的市场价值 房子的市场价值 包括了房子和土地两方面 即使房子毁了 土地的价值也并没有影响 所以在决定保险金额时 不要将土地价值包含进来 否则要支付的保费将会更高 如果家庭中有汽车的话 或者需要购买其他类型的险 在购买房屋保险的时候 可与其他保险在同一家保险公司购买 通常保险公司会提供5%到15%的保费优惠 另外如果是保险公司的老客户 也有额外的保费优惠 所以即使不与其他险一同购买 也可以在同一家公司 这样有利于得到更大的优惠 增加房子里的安全设施 通常也能获得一定的房屋保险折扣 据Customer Reports介绍 有安装烟雾报警器 防盗摄像头等 通常能获得5%off的保费优惠 而如果家里有自动喷零和连接外界的自动报警系统的话 能获得高达15%至20%的优惠 申请房屋保险理赔的时候 保险公司会派Adjester来调查损失实况 对照保险条款制定一个赔偿价格 然而保险公司订出的赔偿价 可能会跟自己理想中的数字不太一样 这个时候就要距离力争 如果保险赔偿跟自己理想价格相差太多 而自己又没有办法收赢保险公司的Adjester的话 还可以考虑聘请专业的Public Insurance Adjester 代表自己申请理赔争取权益 费用通常按理赔款项的百分比算 各地有法律规定PIA收费上限 一般在15%到25%之间 PIA通常可以免费做初步评估 所以小伙伴们可以先计算一下 看是否值得再决定 希望这篇功课对正在选购房屋保险的小伙伴们有所帮助 下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北美黑物折扣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啦 爱生活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